美國宣布制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等11個現任和前任香港以及內地官員 說他們損害香港的自治,並且公開他們的個人資料 特區政府嚴厲批評美國所謂制裁是卑劣和無恥,將全力支持中央政府採取反制措施 特區政府先在中午發出英文聲明,到下午3時再發中文聲明 回應美國實施所謂的制裁,形容是卑劣和無恥,明目張膽和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 部分美國政客為了私利,以香港作為棋子,在中美關係之間製造事端 發言人說美國國會和白宮利用去年6月以來在香港出現的反政府動亂 以人權、民主和自治為藉口,哲連以犯案和行政指令針對香港 暴露美國雙重標準和虛偽,明顯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令香港和國際社會中很多人憤慨 又說相關美國官員刻意無視港區國安法的法律條文 以及香港的法治和獨立的司法制度 為其一己私利作出毫無根據和以偏概存的言論 聲明也嚴厲譴責美國政府故意公開政府官員的個人資料 應用行徑策略等同國家級認可的起底行為 嚴重侵犯私隱和危害個人安全 保留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亦全面支持中央政府採取反制措施 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個人名義和代表各被針對的官員強調 維護國家安全系使命光榮、責任重大、無據任何威嚇 林鄭月娥又在社交網站帖文批評美國公開官員個人資料但內容出錯 仍然容許政務司司長官底的地址 又說部分官員有護照號碼部分有帽 諷刺美國當局辦事粗疏 林鄭月娥說自己不響過美國 會主動註銷仍然有效的美國簽證 不在名單上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批評美國行為破壞港媒關係 這不是個人的問題 這類制裁如果針對另一個國家或地方的官員 甚至一個地方的首長 這是橫文無理的 這也是不合比例和不能有一個合理的原因 也反映出這是一個很粗暴地干預香港的事務 所以我覺得香港必須嚴正指出 這是不合理和野蠻的 另外就是這個必然會對港媒之間的經貿 或者全面的關係有所影響 而在制裁名單上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應說 美國本身有大量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但就拿港區國安法為遮口 充分反映美國的雙重標準和虛偽 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的事 美國想用所謂制裁作為凍嚇不會得請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 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是他的責任和榮譽 外國對他的制裁毫無意義 會繼續專心做好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的工作 而前處長盧偉聰也批評美國政府盲不講理 對不公平的制裁表示極度遺憾和憤慨 特首辦主任陳國基亦說毫不畏懼 可以讓香港市民看清美國政府無理橫蠻 無線電視機者陳榮施報導